一间让人头疼的出租屋 太臭了 像是一种东西 放了一千年腐烂的味道 四位毕业不久的小伙伴 快点快点给我开个门 东西能不能比放着 哪有被子干什么 你就让我开的 一个月的时间 完成房子和生活的全面改造 房子可以局处 但梦想不能 生活的大改变 现在就开始 节目组你好 我叫徐范茂 今年27岁 来自吉林长春 因为我们几个小伙伴们 都是来自五湖四海的 在上海这边 自己打拼 每个人的经济压力也蛮大的 所以选择四个人合作 在五十平米左右的房子里 但是现实是比较残酷 空间的举措 各种设计的不合理 既没法好好生活 也没法安心工作 我们的关系也变得越来越紧张 你们有看到我东西啊 你们以后东西能不能别放着啊 东西都找不到了 你快点快点给我开个门 我尿尿 兄弟我再给你两分钟 行 你拿我被子干什么 拿我床单干什么 狼狼 你自己没床单吗 我找了半天 没字这样 有啥好拍的 有啥好拍的 请用一下 请用一下 我感觉我被困到了这个房子里 所以我肯定节目组能够帮助我们 帮大家找回重庭提醒的状态 也拯救我们的友谊 这是生活改造家 街道的制作最精良的委托人视频 委托人徐范蒙 今年27岁 大学毕业后来到上海闯当 他的求助很特别 是要改造跟同事合租的出租房 而到底是什么样的房子 让一年前亲密无间的小伙伴 变成现在的无法相处 改造团邀请了跟他们年纪相仿的 民宿设计师张宇杰去一探究竟 这套45平米的出租房 位于上海火车站附近的永兴小马路上 地点繁华 交通便利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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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设计师 不好意思我要先上一趟 我说公事急事好吧 然后你们这招再招他一趟 好那 他这是什么情况这个 他这可能有点事情吧 那公司 那两个跟我去这边请吧 走吧 好 哎呦我天这是他们晒的衣服 你们晒这儿吗 对我们只有这地方 而且是十户一起晒这个地方 十户都会晒这儿 对 这被子可能也是晒这个地方 刚出电机的时候 首先看到是挂了一台衣服 就是晾在公共的楼道里 内裤 袜子 都混杂晾在一起 肯定就是因为里面的空间都一个不合理才造成的 早起 兄弟 两楼 这边请 你这也太臭了 我透口气 一进去的话 一进去的话就感觉整个空间很闭塞吧 只看到一个就是镜头的一个冰箱 还有进出的一堆垃圾 空气也不流通 就会让人很压抑 遍布垃圾的走廊 让过道显得十分拥挤 加之冰箱位置的不合理 让原本狭小的空间更显局促 这边是那个 我们的工作室 工作室 对 挺忙的你知道 稍微挡一下 这边忙着呢 老师 这边是我们的屋子 你不能拿我杯子 说多少遍别碰我东西 看那个短裤就是那个视频里面 是不是要骑着上厕所那个位 这个平常还会共用杯子 这种情况 我之前让他们别拿我东西 他们非要一直拿 这鞋是你们俩的吗 这挖的什么 这边都是他的 都是他的 那你的鞋和 我放在那边架子上 我跟小黑的房间比较 空间实在是太狭小 放一些衣服 一些柜子 就已经完全没有地方 能放我的鞋子了 我只能把它放在我的床下 这个一架是他的 这个一架是我 你们储物的地方就这点吗 就这两个架子 只有这两个东西 一进去的话 就感觉整个空间很闭塞吧 缺乏的是私密空间 没有遮挡 相当于两个人 就基本上完全生活在了一块 他们共享一个空间吧 基本上所有的时间 都要一起相处 难免会有很多摩擦 周正完全就把这只当一个睡觉的地儿 就每次他回来就睡 醒了就走 跟这房子没什么联系 也不爱在家多待 小房间是小灰和周正的卧室 由于储物空间不足 鞋袜衣物随意丢放 同时两张床并排摆放 使得彼此毫无私密性可言 你看我手机了吗 没看到你手机 我把手机放在哪儿了 自己别乱扔 我记得我昨天就放这儿了 周正 周正 有没有看到我手机 没有 找不到手机就真的很焦虑很崩溃 就是因为空间太举促 太杂乱 所以让他们的关系都变得很紧张 他们之间的战争一触即发 都是空间造成的 这是我们第四位室友是吧 这个是小苏 你是找不到手机了吗 对 因为我着急出门要面试 声音没在这个房间 那我自己无所 加油 加油 我天 这边是我们那个卫生间 好小 洗手时还泡的衣服谁了 这是猛哥的衣服 猛哥 这边也是他人 你这连走路的这都占了 本来卫生间就很小 各种的盆 满满的都也是储的水 然后里面还有泡的东西 就很满 而且放着一个很大的洗衣机 基本上就一个人在里面 晃的东西困难 卫生间格局狭小 排风系统 下水系统受损 气味难闻 我们能出去聊吗 你们这味实在是 然后这边是我们厨房 原来这么小啊 你看也没有切菜的位置 这边是装了两个操作盆 上面除都得坏 你看全都错位了 而且都不能用了 一般的那个操作理论都是 先从边上拿东西 然后是洗手池操作台 然后是没洗澡 你看它这个完全反了 而且都没有操作台的位置 它整个的一个路线都是不合理的 所以就提不起兴趣去做饭吧 这就是典型的 想追求一些品质生活买的杯子 结果这个标签 都懒得去拆去洗 然后一次都没用 以前是灰了 真是灾难现场 这味也受不了 厨房看上去更像是杂物间 行动路线的混乱 操作台面设计的不合理 让人提不起任何做饭的兴趣 老师 这边是我们另外一个卧室 这个屋子的味也不小 但稍微大一点 这边也是住两个人 这边是主卧 你们以后东西能不能别放着 在这儿呢 我的天 行 那我得赶紧走了 行 来不及了 行 来不及了 行 行 那再见 拜拜 拜拜 苏华感觉这地儿就不是他的 他找一个东西 能够把这个翻得底朝天 就是还挺不爱心 这个家的 这对衣服是他的吗 这边衣服 就是他们衣服都堆在这边 他们连个简易的那种都没有 就堆在 主卧室阿孟和苏华的卧室 摆放无序的箱子 加之空间利用的不合理 让原本舒舒服服睡觉的房间 变得更像仓库 这个是谁买的 这边是我们一起买的 你们为什么会想到一起买这么大一个健身器材 就和大家一起健健身 我觉得这四个人 我觉得这四个人跟这个房子的感情 特别淡漠 就不太像是把这里当成是上海的家 反而是像一个只住小半年 甚至只住几个月的宿舍 怎么样 这屋子你先看下来 这四个来自五湖四海的年轻人 合租在并不算小的出租房里 而日常用品的随意丢放 和公共空间的使用混乱 让找不到自己东西的情况经常发生 每天出门上班前 四个人需要同时穿戴整齐 洗漱用餐 这成了他们在出租房里最窘迫的时刻 为了体验委托人 每天都会遇到的困局 改造团进行了十分钟体验 十分钟 来吧 找到自己的东西 我的天哪 我感觉这里应该用 是你的包 我的包 我的包 这里没有 我西装找到了 我的还啥都没找到呢 就是空间挺 当乱差的 空间挺 没有 我西装找到了 基本上在那个空间里想找到一些东西是很难的 我的鞋也找到了 他们这白天 早上要急着出门 怎么可能找到自己的东西 我的包也找到了 我找到一只 另外一只 出来了 好难找到手机 我找到你手机了 我想给我鞋打个电话 那我不管你了 我 他抛弃我了已经 厕所很小 而且有一个很大的洗衣机 哇塞 这么重啊 洗澡的时候得把洗衣机搬到外面 洗漱的时候得把洗衣机搬到里面 如果有一个人正在洗衣服 一个人正要洗澡 那这个洗衣机就没法搬了 感觉上面蓬满了细菌 掀起他们衣服的时候 特别的抵触 哎呀终于找到了 洗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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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啊 卫生间又小又燥 我说实话 所有的东西会连碰都不想碰 这是我的吗 那我先准备好了 我不等你来 我不知道是谁弄的水 小心小心 哇 哈哈哈哈 当我把洗手池的水放掉的时候 淋浴间突然开始涨水了 他们整个下水系统都是坏的 你在这儿吧我在这儿 主持人又开始刷牙嘛 我就发现我就没地刷了 我们两个人都很急 就更不要着他们四个人了 不然来位子啊 哎 这么一热水 你要想洗澡就不行 想洗脸的时候打开水渣 刷牙吧 都还没有出热水 来不及来不及快走吧 还要做面呢 啊 看早饭有什么 哇塞 又小又脏 那味道超级大 蒸米饭肯定不够了 就行 哎 有方便面 那你用这个锅来煮啊 不然用什么锅 时间也不多了 时间也不多了 快刷 我能不吃吗 来来来 我刷 有碗吗 哎呦 我们要在这个厨房煮一碗面 连碗都没有 那就这一个呗 来 我来 行 先吧 你就看一下 怎么洗都洗不干净 那可能是很早之前做饭留下的那些痕迹 已经快没时间了 我的天啊 这么大一块霉菌 真的是霉菌 就当时感觉就已经不是恶心就剩人了 微波炉里面都能长霉 你想一想它们有多脏有多懒 时间来不及了 吃干碎片吧 这是我们体验时间最短的一次 但我觉得是最痛苦的一次 绝对不想经历第二次了 合租房的体验 让人感觉拥挤混乱 那么四位年轻的小伙伴 为什么不选择单独租住呢 而刚见面 就借故离开的委托人阿蒙 又去哪里了呢 这是最小的一间 对对对 我感觉来到一个 某八线城市的一个小网吧 这特别脏乱 因为空间也小 这个桌子是干嘛的 这个桌子我们平时就在吃个饭呢 餐厅 对 我才注意到 这墙上为什么要贴一个这样的画 这是你们梦想中的生活吗 办公室 有的时候会视频跟客户一起聊一些东西 是不是刚刚进来的时候你就在视频会议 你刚才拿着手机在这就用这个当背景的 对 我看看 等一下 拿远一点还真像是在办公室 对对 你粘过来我看看 现在办公室 但仔细一看的话就觉得是山寨的 因为这个比例不对 对 偷视有问题 而且景深特别浅感觉 看到这一幕刚开始我觉得太可笑了 有点 有点黑色幽默 但后来仔细想我还是有点心酸 甚至有点同情他们 我希望能够改变这样的状态 我真的希望他们能够有一天自信的 邀请客户来到自己的这个工作场所 四个年纪相仿的男生 因为之前在同一家公司上班 便一起合租了这套 两室一厅的房子 既能彼此照应又能节省租金 委托人阿猛 为了大家将来能有一份自己的事业 便领头跟小伙伴们 在工作间里合伙创业 而大城市里快节奏 高压力的生活方式 却让阿猛的身体渐渐垮掉了 柜子边全是药 对 全是药 胃药 胃药 对 胃药 这个胃药天天吃 对 肠胃 胃胃 比较严重 你是身体不太好还是怎么样 对 就因为总好业 就是有的时候工作一忙起来 也不总睡觉 吃饭也不注意 可以看一下我的日程表 我看到这一幕其实我很心酸 之前我和设计师一直在吐槽 他们太懒啊 生活习惯太差啊 但直到阿猛把他手机拿出来 我看了一下他一天的作息 24小时几乎是排满的 而且更多的时候 他是工作四五十个小时 对阿猛他们来说 每天的生活节奏 就是出门上班 回家创业 累到不行才睡觉 必须很努力才能被认可 多少次想要放弃这种枯燥的生活 但抬头看到窗外的东方明珠 又燃起了他们奋斗的信念 工作室里的那扇窗 我其实是能看到东方明珠的 以前每次看到它都能提醒我 不要忘了自己在上海这个大城市里打拼 在追求梦想 为什么会贴这个白色的脚布啊 这边漏风 因为这边漏风 外面那个冷空气就往这边吹 冬天最冷的时候 就是开着三十二度空调 然后穿着棉袄 都特别动手 特别冷 天气渐渐暖了呢 它这边又有点通风不好的问题 对 就算是可能有再多的不如意 但是当你看一眼东方明珠 可能都会有一种豁然开朗的地方 我觉得这是很多人的一个创业的状态 但是为什么我们的生活离现实那么远呢 并不是说我们远离生活 而是我们在生活当中 有些时候过得太糙了 所以这是打动我的一点 我想去改变他们的生活状态 所以把这个房子改了 首当其中的药物 这个种人就要交给你了 合租房里空间的局促 生活的苟且是租房人群的一个缩影 出租房的改造决定了小伙伴们 能否继续留在上海创业 节目组跟房东商定后 房东同意按原来的每月七千元的市场价 将房子租给委托人三年 并承诺三年之内不再上涨租金 一周后设计师邀请四个小伙伴 来事务所讨论装修细节 阿门很开心 这时却忽然得知 室友苏豪准备离开了 其实今天苏豪未来 他其实就是不想做 这事现在都搞到一半了 就不来了 其实我也不想做 这么辛苦的打下天天 您这个环境多长 你自己如果能做一些改变 其实我们之前 其实能过得稍微好一点 我对苏豪准备离开这件事情 其实我是挺理解 他是一个小海龟 就是我们在上海这边 其实也是出入碰壁 如果可能走的话 对他来说是一种解脱 反正我也不太想做 如果愿意做 你自己做吧 为啥这种事情 就是我是最后一个知道的 我这忙前忙后的搞这些事 然后最后你才告诉我 当时就生气了 这种事情应该提前告诉我 不然让我会很难看 其实不光他想走 有的时候我自己也想放弃 白天辛苦工作 回家后还要为创业奔波 即便如此 他们还是没有开过章 残酷的现实 让室友苏豪想离开上海 结束这种漂泊无一的生活 而委托人阿猛想通过房子的改造 挽留室友 但万万没想到 就在改造的紧要关头 苏豪还是走了 面对分崩离析的现实 阿猛一个人 郁闷地回到了自己的合租房 看见曾经珍爱的视频背景板 觉得所有坚持都没意义了 开什么工夫 开 开 开人的工夫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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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后我们就在这儿干了 就在这儿干活 大家有没有信心 有 有 为了让改造能继续 帮助大家找回创业激情 此时改造团决定前去劝说苏豪 刚刚在那儿了解到说 你们三个是不太想干了是吗 对 因为我本来觉得不是这个专业 然后试了一年 发现没什么机会 可能想要提升 还要就是要补充很多的专业技能 然后我就想去自己专业 明白 我有个建议 既然你们已经干了一年了 也没什么起色 我觉得也不期待这一会儿 不如我们把这个房子弄好 先把你们的空间营造出来 然后看看你们自己到底行不行 不行 我们在赶行 反正我觉得都年轻吧 什么都有可能 你觉得 行吧 那也只能暂时先这样 经过主持人的劝导 苏豪同意 等改造完成后 再决定是否离开 改造得以继续 要想装修不落后 开关选公牛 公牛装饰开关 让墙上多一点艺术 来吧 我们要和兄弟们开工了 小毛下来吧 我们现在队伍已经集结完毕 马上就要点亮你们的生活 你们在这儿 在你们生活的楼底下 大声地 向全上海探出你们的心愿 你们的梦想好不好 来 这都是垃圾你们从来都不是 每次都是我收拾 那我被子干啥 那我从来干啥 那我从来干啥 你自己如果能做一些改变 其实我们之前 其实能过得稍微好一点 反正我也不太想做 你自己做 好 兄弟们 我们就要有新家了 你们都不要走了 以后啊 咱们就在这儿干 基本咱们先迈好起来 再连结束 好不好 好 一周过去了 装修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 而就在此时却发生了意外 怎么了 我听说你要过来说方案怎么回事 我现在就感觉就是有些地方 我们想过来就让他帮我改一改 就是你是想怎么改还是怎么样 你就看这个地方 就这个地方我们就很大疑问 你看到时候我们想在这儿 放一个那个影棚 然后这会儿我们上面放一个卷放机 那这东西是干啥的 我卷放机又不能放这儿 我也不能放这儿 那边是窗户对吧 我是做个结构性的东西 这个就会有用的 因为我设计这个空间 和你的这个是不一样的 这可能是你自己弄的 不是 我说你想的 长得复杂了 因为主要还是我 要把那边电脑 摆放空间弄快一点 就现在这些东西都没有用 这东西留下它干啥 师傅现在你帮我摆这东西拆了 这是你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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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是我在做设计 你在说这个东西我没有用 可能我自己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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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嘛 我要的东西没有用 你问他干啥呀 喂 阿蒙去的时候 他只在说这个工作空间 他可能感觉他更专业吧 我不大满足他的需求 所以他想按自己的想法来做 原来阿蒙想在新的工作间里设置一个拍摄区域 方便今后创业拍摄 但设计师并没有预留这个位置 这让阿蒙无法接受 加之最近工作压力很大 阿蒙的情绪一瞬间崩溃了 这个房子我来说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要有一个工作室 因为这个工作室 对我的意义来说 不仅是说 一个普通的房间 在里面工作而已 我们为的是 在一起能做一些 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大家有一个 共同的爱好 共同的目标 他们经历过的这些事情 包括现在出现的这些情况 我有点感动 是说实话 因为当时我刚刚开始 所谓的创业 想实现自己梦想的时候吧 我也是和朋友住一起 也会有矛盾 就大家都在大城市里 这样在打拼 就都挺不容易的 通过这次的设计 让他们四个人找回初心 一起创业 一起努力 是我这次设计最大的责任 其实挺理解你的 可能是因为 你毕竟想留着他们几个 心里也太急了 包括我自己感觉 可能对你们这些 专业性的这些东西 也可能不了解的 有些欠缺 所以之后咱们就 多沟通沟通 包括我也会再去 比较专业的地方 考量一下什么的 就把这个空间给弄好 争执过后 委托人阿猛 为自己的冲动感到后悔 而设计师也决定 去专业公司实地考察 修改设计方案 满足阿猛的创业需求 两周后 装修接近尾声 改造团为了彻底 所以我们今天定制了一套 适合你们的 整理收纳的一个方案 那首先就是我看到 你们有很多这样的外套 那外套呢 我建议你们不用叠起来 全部都是用悬挂收纳的方式 因为你怎么穿就怎么拿 这才是取用最方便的 然后剩下的裤子 T恤衫 和一些薄的 轻薄的衣服呢 就不用挂下 因为挂起来的 比较浪费空间 我们叠起来就好 这些不叠的都是谁的衣服 他的衣服 其实你衣服挺多 那现在你们生活状况 这么糟糕 你们觉得是谁 造成了这样一个局面 龙哥 我觉得他可能也想干净 但是干净不了 他没有那个能力 他是真的是懒得不想收拾 在四个人当中 你拥有最多的东西的数量 但你却一点都不参与 家务的任何的一个环节 老师 我跟你们说 其实是他俩的屋是最脏的 我跟苏华的屋没那么脏 我只是有点乱而已 我们桌子又没需要你擦 我擦我的桌子 擦我们的床头 是不是你们心目中 这个别人走了 你们的生活状态 就会变得更好一点 所以今天的这种整理收纳的 这个教学 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 就是不能说 因为觉得自己不受影响 就为所欲为 这样其实反而会让大家 对我这种行为很反感 节目组希望 委托人阿猛和小伙伴们 在认真听取整理式的方法后 能够将收纳整理的技巧 应用到今后的生活中 让自己的房间变得整洁干净 我今天是到公牛开关的总部 过来给金安四美的家 来挑选一些开关 这是我就是喜欢的那一款 它是一个全面板的设计 你虽然看它只是白色 但其实也有一些 比较暗的纹理在 这款插座呢 是把所有的装置 都放在了一个面板上 然后这边的话是有电脑的线 还有电视的线 而且这边有一个安全的装置 它也是有按钮可以操作的 能很好的满足他们 对工作区域的这样一个要求 然后针对卧室空间呢 我是为他们选择这一款插座 它带了一个三孔的USB插座 比较适合金安四美的生活习惯吧 这间需要容纳四个人的合租房 改造后以简约的软装为主 设计师采用了年轻人喜欢的黑白色调 使整个房间散发着时尚气息 原来的主卧房间被设计成了工作间 陈旧的推拉门被移除 与走廊 厨房形成了自由开阔的公共区域 满足了年轻人工作 交际 娱乐等多方面诉求 为了解决厨房和卫生间的狭小问题 设计师巧妙地去除了多余墙体 同时将顶面抬高 扩大了厨位的使用空间 走进卧室 上下铺的错层改良和遮光帘的运用 让各自的私密空间得到了保障 同屋的小伙伴既可以无障碍沟通 又能保证休息时互不打扰 体验时满地堆放的鞋袜衣物 曾让改造团头痛不已 此时设计师给每个人 都设计了大量的储物空间 保证了室内空间的整洁 辛苦了各位 在过去的一个月当中 我们的工作团队和公牛装饰开关 一起为你们点亮了新家 现在上面处处充满了惊喜 你们期不期待 期待 来吧 设计师请交房 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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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哪 给你们准备了一段影片 这段影片就是当时我们拍的你们之前的老家 还熟悉吗 熟悉 熟悉 有没有一种回到家乡的感觉 有 有 而且厨房不能看了 我自己印象的就是那个锅 那个螃蟹 其实这一次呢我们不光是为你们改变了新家 我们更多的是教了你们很多这个生活态度 生活技巧 希望你们能够爱惜和珍惜我们设计师和所有团队的劳动成果 新生活就在前面 安某你名字最猛 你来撕破它 看 钥匙 送给你 哇 哎呦天啊 贼好 贼好 这风格我挺喜欢 好感觉 干干净 之前我们过来 我印象特别深的是这个锅道 当然这个垃圾已经堆成山了 改造后的锅道厅整洁而通透 旋转一体柜包含了鞋架 衣帽架 全身静的功能 隐藏式大鞋柜 有效解决了家中球鞋过多的收纳问题 让走廊变得整洁明亮 我的天 双洗手盆的设计 缓解了早上大家洗漱时间冲突的问题 洗手盆上方的LED灯镜 让卫生间更具现代感 还俩睡时 以后不用排队了 拥有过滤净水功能的水龙头 让水质变得更加健康 过滤水 过滤水 对 谢谢老师 谢谢 小卧室对吗 对 进 天呐 太给力了 太给力了 这边的窗帘也是就是买了遮光的 然后包括这边每个人的船都 床头到位置都有一个联赛 对 原来的工作间改造后 成为了小灰和周正的卧室 上下床铺的设计 简约大气 同时增加了屋内的活动区域 遮光窗帘 抽拉式遮光布 起到了遮光隔热 降低噪音的功能 有效地保证了小伙伴们的睡眠 这还有个桌子 对 这有个小桌子 墙边的折叠式书桌 简约便捷 增加卧室内独立工作区域 更好地保证了大家的工作质量 与效率 以后我要在这张桌子上 做一个爱学习的好孩子 这个房间是我们的 这是我们的 你刚刚不是说你们的吗 这边的话 它其实有个小座位的 也更好 也更好 你可以坐在这儿 然后在这边当着一个工作台 与客厅相通的半开放式厨房 提高了空间的使用率 与过道形成了良好的视觉延伸 还有这么多碗 还有盘子 这跟我原来在的地方 不是一个地方 哎呀 妈 我这感觉大了好多 非承重墙体的打包处理 有效解决了冰箱挡门的问题 而进入厨房的动线 按照日常烹饪顺序 依此是冰箱 操作台面 灶台 水池 这样做饭 变得更轻松方便 储物柜容量增大的同时 降低柜门位置 方便日常使用 厨房看完了 刚才这个小的卧室 已经有两位兄弟选好房间了 这是一个大卧室 这个我觉得比 比那个还要好 天哪 后悔也晚了兄弟 主卧室 阿猛和苏豪的卧室 特别设计L型上下铺 既为彼此提供了私密空间 又扩展了室内活动区域 上下铺的床垫 选择了竹炭纤维记忆棉材质 天然亲肤 稀湿透气 床铺下面的隐藏空间 形成了卧室内 丰富的辅助型储物设施 增加了房屋的收纳空间 但是我特别好奇 那边的双人床 我们是这个并排放的 特别传统的双人床 这个双人床是做了一个L型的 就是完全是为了节省空间 首先是 像空间利用最大化 比如说这边是一个衣柜 它后面还有储物的空间 这边有格子是吧 它也是有的 你书什么的可以放里面 而且为什么这样子做 就是为了这个空间会比较大 你看咱们现在坐着聊天 会感觉比较敞亮 还有就是给你们设置了一个客床 因为你们说偶尔也会有朋友来 你们也想他住这边 搭地裤在这 对在外面 就是咱们坐的这个不只是个沙发 也不只是个贵物架 对 其实它是 这个啊 那是个床吗 它也是一个床 房中可折叠的隐形床 兼备书架 沙发等功能 升降后的1.5米宽双人床 可作为家人和朋友的临时客床 以前那房子 我觉得你们谁的起码起码都不敢来 真不敢带进来 这个房子来起码能够有个呆的地儿 好了 菜头了 行 这还有一个小的一个植物架 对 这边可以放东西 其实咱们年龄也差不多 都走上了创业这条不归路 其实我感觉经历挺相似的 然后也表达一下我的小心翼 给你们做了两个我自己做的东西 谢谢 然后这是一个桌架 然后你们可以就放了小东西 这个可以挂墙上的 谢谢 还有一个 你们猜这是什么 气球 气球 你们猜它这是用来干嘛的 气球不知道现在能干啥 是要把它扎破的 这样弄下来之后 它其实还是刚才气球的形状 然后我们可以把 原来准备好的这个灯架 放上 它就是一个这种灯 然后晚上的话会很漂亮 因为它会通过这些缝隙 然后我把它光射出来 其实我做这个东西也想表达一下 我的一个感受吧 它是因为空间的不合理 然后导致你们可能产生了一些小矛盾 小摩擦 一切不愉快 我希望你们这些矛盾和摩擦 这些不愉快 能像这个气球一样破掉 但是你们的关系 仍然像这些线 紧紧地缠绕在一起 在接下来也能够一起创业 一起生活 一起走下去 加油 谢谢 一起加油 以后一起奋斗 好吧 这是我们工作室 多好 G18幻影文理开关 然后它是采用的一个 一体化大面板设计 然后它是有磨砂触感的 而且做得很精致 大面板的话 就是操作会很舒服 有点方便 客厅被设计成多功能区域 包含了工作区 会客区 拍摄区 观影区 健身休闲区 最大程度上 满足小伙伴工作 娱乐 休闲等多方面诉求 顶检 顶棚的吊灯 造型别致 光源稳定 为委托人 营造了舒适的工作环境 符合人体 符合人体曲线的可躺型座椅 让在电脑前久坐的小伙伴 更加舒适 曲面液晶显示器 避免了忽明忽暗的交错光环境 带来的视觉疲劳 你会发现相比之前 在那个局限的空间里 这个空间变大了很多 对 因为我们把之前这个隔断也敲掉了 它之前是个推拉门 对 因为之前说实话 走廊整个空间就没利用到 现在就感觉整个走廊 也是客厅的一部分 对 空间利用力大了很多 然后它因为这边厨房的窗户 包括这个大窗户 它能形成通风 对 就现在这个就比较适应 你们的活动作 之前我们看这个房子 你们把这个区域 所以作为一个卧室 我们就特别不能够理解 对 最大的一个空间 就这么大的一个房子 就摆了两张床 然后杂七大八放了那么多杂物 很浪费 现在这个仅仅有条的空间 这个你们满意吗 满意 满意 相当满意了 我的天 而且我发现这桌子 好像有点什么奇妙的地方 好像 给它份是吧 对啊 因为你们是要在这儿做功德式 就如果以后要添设备 或者有更多人在这儿讨论问题 这个桌子也可以扩大的 延伸式实木桌 带有一个备用活动桌面 调节后最多可做六到八人 充分满足日常开会讨论的需求 看看这一块 之前你们说过想一块做点事 甚至能够拍一拍平面什么的 我们就真的给你们准备了这块区域 这个灯呢 不是说我们拍节目用到的这个照明灯 我们走了之后这个灯留给你们 真的吗 这灯很专业的灯 到时候你们拍照就能够用到这些 然后我们设计师身后的这块板 不光是一个隔离 同时也是一个小小的摄影棚 设计师还在客厅中央 开辟了拍摄区和投影区 可随意调整的空间布局 既可以满足平面广告的拍摄诉求 又能营造出良好的观影区域 工作休闲两不耽误 大家注意起需要适当的娱乐一下 玩一下 所以一起看个电影啊什么的 也都可以的 这以后咱们在这开会也挺好的 显得高端大气 给客户看片点在这看 上倒子 最后是健身区域 设计师选用了更加稳固 安全的多功能健身器 让健身变成享受 现在你们的后面就是之前出现在 最不应该出现在厕所的东西 洗衣机我们放这儿了 放这儿是因为他们这样晾晒会方便 基本上不用晾晒了 因为是给他们买的带有烘干功能的 所以它是8公斤的桶量 基本上是最大的 我之前还想我洗衣怎么没了 然后厕所没有能放哪里 然后上面还有一点 放点小情调 小红酒的那种 做了一个台面 他们而已这边的窗户景色也还好 太棒了 太棒了 他们而已这边的窗户景色也还好 太棒了 太棒了 加油吧 城市里的奋斗者 这个是乔麦面对吗 对乔麦 你看着 那个简单 其实小灰跟我透露我 其实他在上面有特殊机密 好看 真好吃 额眼 挺好吃的 真的还可以 我没想到 这个 我今天一直在说 我们不光帮你们改房子 还想帮你们改生活习惯 你们现在到底有没有信心 把现在这么好的一个状态持续下去 有 有 真的有 我们已经商量过 希望你们事业有成找到归宿 好吧 来 咱们也没酒 我们干干面吧 干脆面 干脆面 干 来来祝你们幸福 好谢谢 谢谢 欣慈 欣慈 雪 光 倪 行 道 欣慈 欣慈 愿 是什么 兄弟们 你们都不要走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